面对真假难辨的汽油 拿什么来拯救您的爱车 一位打假达人 两种简单的方法 就能让问题汽油无处藏身 敬请收看外发明 巧辨汽油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但是围救人员告诉他说 他这车没有什么大的机械故障 那您也是一位司机 而且是一位老司机 您能给我们分析分析 这车到底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我想如果说各部分都没有问题的话 可能会出现在油品上 您怀疑的是汽油问题 对 因为现在有些商人 他把劣质的汽油当好的汽油 把低标号标成高标号 或者在汽油里边添杂一些个 不应该加进去的东西 这样你买了的油 咱们消费者也没有这种便便能力 但实际把这个油用在汽车上工作以后 就会发现车的动力不足 车里边受到了一些损伤 积碳比较多 或者对机器有一些损伤 所以这个可能都是油造成的 没想到汽油质量这么小的一个问题 平时我们都忽视了 这真能够导致酿成很大的一个事故 那么接到了唐先生的电话 我们的记者马上就行动起来了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我爱范冰狼的编导总学 现在位于山城重庆 来到这里感受到了室外的颜色 才知道这里为什么一直被称作 是四大火炉屯属之一 但是今天我来到这儿呢 是要找一下我们的唐先生 他之前跟我们联系过呢 说他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人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能不能一眼就找到他 我们看看这位是不是 你好 你是唐先生吧 你好 你是小总吗 是我 我是我 你好 见到我们的记者 唐先生迫不及待地诉说起他的困扰 就是我们车最近跑起来的时候 一个是发动机力量不太好 还有一个就是赚水高 就搭载 还有就是油耗明显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 唐先生打算开车 带我们到公路上跑一圈 感受一下在不同路况下 驾驶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我们现在刚开始起步不长时间 您有没有感觉得到现在您开车 有没有发现什么一些不同的感觉 那没有 因为现在是下坡吧 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下坡对车辆的动力要求不是太高 上坡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动力 那我们现在开到山底以下 之后再把车开上山 然后考验一下 这一段 我觉得第一个是动力不太穷 油门有点滞后 而且我觉得发动机有点抖 跑起来 就是你能体会到 对 机器的那个差别 发动机有一点点 有点的颤抖 对 行驶了一段 我们的确感觉到 唐先生的车有些异常 尤其是在上坡加速的情况下 发动机抖动的厉害 唐先生说 他去检查过 车并没有机械故障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我们的记者带唐先生来到一个地方 他要去找一个人 听说这个人能够帮上他们 李先生 您好您好 我是我爱发尼郎的电脑工学 哎呀老朋友了啊 是啊 您之前告诉我过 我们那么多便捷真假的办法 这次呢 您看我们来给您添点麻烦 就是有一个唐先生 他有点事情 你想看看能不能帮得到他 我敬礼啊 是这样的 就是最近呢 我的车开起来 我发现发动机没什么力 而且转速一高 发动机就发倒了 那么这个你刚才提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你给点时间给我 我们再研究研究 好不好 行行行 那就麻烦你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应该的 发明人 吕长富团队 发明项目 鉴别调和汽油的方法 他叫吕长富 今年71岁 退休前 是重庆市职监局的副局长 在业界 吕长富 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全国科技打架第一人 他研究发明过160多种打架方法 在我们往期的节目中 曾经介绍过 他的团队发明的很多实用的打架方法 让假货无处藏身 也给普通百姓装上了一双慧眼 这次唐先生遇到了问题 我们的记者一下就想起了这位打架达人 那么经验丰富的吕长富 会不会帮唐先生解决困扰呢 根据经验 车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排除了机械故障 那很有可能是汽油出了问题 市面上存在着一种所谓的调和汽油 是不法厂商 违规添加甲醇等原料调制的 长期使用会堵塞油露 喷嘴 产生沉积物 这将直接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 甲醇这个物质 对于吕长富来说并不陌生 几年前 市面上出现了不法分子 用甲醇勾兑的白酒 严重威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吕长富利用甲醇的化学性质 成功地找到了鉴别甲酒的方法 那么如果是汽油中添加了甲醇 能不能也利用它的化学性质 将它鉴别出来呢 得知可能是汽油出了问题 记者和唐先生再次找到吕长富 看看他用什么办法 能把问题汽油鉴别出来 今天我们可是来检验您的成果了 您找到鉴别调合汽油的好方法了吗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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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 您都找到了呀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这里不是有 你看啊 是20%的甲醇的 算是那种违规添加的甲醇的嘛 车用汽油 国家标准规定啊 这个汽油里面的甲醇含量 不能超过千分之三 人为添加就是违规的 如果是20的话那就是黑心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你看 30 那我检查的话 开个玩笑哦 易如反掌 易如反掌就能够把汽油里面添加到了20%和30%甲醇的 都给它检测出来是吗 对对对对 用什么样的办法就能检测出来呢 水 水 对 全面的水 干净的也用水 纯净水就可以吗 纯净水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那我这正好有骨心 才喝了一口的 成吗 可以啊 可以可以 那行 那我给你 那麻烦 试试 好好好 好像那您相信吗 就用一瓶水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啊 不太相信 我们试试看 行 引荐为食吧 让人难以置信的事 仅仅用水 吕长富就能将问题汽油鉴别出来 这个办法能行吗 吕长富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你把那个蓝线贴到那个页面的那里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更放心 好 细心一点 吕长富将为唐先生一张带有蓝线的标签纸 让唐先生沿着页面的位置贴在瓶子上 这间助手将含有30%甲醇的汽油倒进瓶子里 由于汽油的密度低于水 我们可以看到 汽油和水在瓶子里出现了明显的分层 现在不知道怎么摇一下 摇晃大一点 距离一点 两分钟左右 一定摇晃 摇晃 摇晃 就这么摇 它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根据画具里面有一个相似相似的原理 你有水不货 假如你汽油鉴的那个水不货 它就会升纳或是把里面的那个醇拽出来 原来你做一个颜位的记号吗 那个记号怎么样 它就升纳 身高的是哪里来的呢 是汽油的 当我们把汽油倒入水中时 由于密度不同 水和汽油会出现分层的现象 水中油轻 所以水在下面 油在上面 甲醇易融于水 当我们将含有甲醇的汽油与水充分融合时 一具相似相融的原理 汽油中的甲醇更容易被拉到水的一边 和水融为一体 所以预线标记的液位会出现上升的现象 那么真的会有这样的变化吗 油在轻嘛 在上面嘛 原来那意味是这个蓝色的线 对 现在就是这个上面出现了一条线 对 为什么呢 油轻啊 你看这个轻轻的是油对吧 对 沉下来之后 被拽出的那个就是 醋了 增加了没有啊 增加了 明目明显啊 你原来是以为是你自己叠的吧 对了 那就是怎么样 里面有醇 但我们加的是加醇 这就是加醇期 这是30%的 好神奇啊 仅仅是用纯净水 利用甲醇溶于水的化学性质 与肠腹轻而易举的 鉴别出了含有甲醇的汽油 接下来 唐先生自己动手 用同样的方法 也顺利地观察到来 添加了20%甲醇的汽油 液面上升的变化 我们看到这个液面也是上升 这个30%的页面也是上升了 但是这个方法还挺明的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不是只是针对这种大量添加的有用吗 如果少量添加1% 2% 或者3% 这个方法还有用吗 我们试试看啊 我也没做过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调配出来一个2%含量的甲醇 能够调 你在我们这里 你自己调都可以调出来了 我们现场调制了含有2%甲醇的汽油 看看 使用铝肠腹的方法 能不能将这种少量添加的调和汽油检测出来 要是能够如人所愿 那么即便是微少的甲醇添加 都难逃消费着的法眼了 差不多吧 应该像刚才一样上升也就可以了 这一次 页面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出现明显的上升变化 为什么这次我们这方法就不灵了呢 可能我们原来做的那个汽油里面产甲醇的量 都是20到60 下渐都是20 你觉得这跟量有关系吗 有啊 它吸出的量小了 你看啊 我们增加那么2%的一点 只有点点那个甲醇啊 应该要增加一点 但是这么大一个圆柱的那个页面的话 在这两毫米的体现 两毫升是不是出来了 面对微量的甲醇添加 这种直径较大的容器 难以看出页面的变化 吕长复决定换一个小口径的容器试试 是容器的问题还是方法的问题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依旧按照之前的办法在水位线上做好标记 然后在容器中加入含有2%甲醇的汽油 用力震荡 这一次我们真能看到 页面的变化吗 表达的标记像在这个位置 对 它增高了 对 我们看到即使只是添加了少量的甲醇 只要选择正确的容器 吕长复的方法 还是能轻而易举的将它鉴别出来 看来我们可以回家自己也试一试 对 看来这个方法还蛮好用的 我们自己回家再试一试 好 那谢谢你 那么唐先生的车出现的问题 是不是汽油造成的呢 回到家 唐先生按照吕长复的方法 发现自己的汽油也出现了页面上升的情况 这说明自己使用的汽油可能真的是问题油 这让唐先生十分恼火 自己才买了一年多的车 就因为这可恶的问题汽油出了这么多毛病 唐先生是个爱较真儿的人 他决定这次一定要和问题汽油斗争到底 通过了解 他发现除了甲醇 不法商人经常会向汽油中添加一种叫做甲缩权的物质 因为甲缩权的价格远低于正规汽油 不法商人就是靠此来谋取暴利 看到这些 唐先生想自己的汽油里会不会有甲缩权呢 要是有 怎么才能知道呢 通过查询资料 唐先生了解到 使用含有甲缩权的汽油会损坏汽车 造成尾气污染 影响大气环境 尾气排放 这让唐先生眼前一亮 唐先生 您今天为什么来带我们到这个地方呢 我想了一个土办法 我想用一块这种密度比较大的布 白布 对 在车辆怠速的时候 把它放在排气管后边 让汽气吹在这个布上边 这是一个什么目的呢 你想观察什么呢 想观察就是 汽气里边的颗粒物的多少 您估计有什么区别 我估计调和汽油的话 应该它不太纯的话 应该颗粒物会比较多 您是觉得调和汽油 它里面不是特别纯 所以有可能在白布上 留下来结果是有一些附着物 对 原来唐先生是想通过 检测排放物的方式 看看能不能检测出 汽油中的架缩权 我们首先向油箱里 添加了检测合格的正规汽油 看看正规汽油的尾气排放 会不会在白布上留下痕迹 唐先生将汽车发动机的转速 提高到3000转每分钟 在这种状态下 发动机虽然不做工 却要消耗汽油 排放尾气 我们的测试时间为5分钟 这几乎能消耗掉 我们刚刚加入油箱中的正规汽油 唐先生 时间到了 我们下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吧 还是有点点热的感觉 这没什么 您观察一下 这没什么太明显的变化 这个布 好像就是跟我们放上去之前 差距不大 对差不多 确实依然很白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排放 您觉得在这个布上 应该是没有附着的 对 正规汽油我觉得也应该不会太明显 对 正规汽油的尾气排放 并没有使白布的颜色 发生明显变化 接下来 我们要给唐先生的爱车 加入实验室中配置的 含有10%假缩权的汽油 一想到这样 会对爱车造成伤害 唐先生就一阵心疼 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避免伤害 唐先生还是决定 牺牲一下 我们依然让发动机 保持3000转每分钟的转速 5分钟 看看 这添加了假缩权的汽油 又不会让白布变色呢 看一下结果 好吧 我们把这个拿出来看一下 小心一点 你们观察了一下 好像没什么结果 没什么区别 这个看起来还是比较白 我们把两个对比一下看看吧 这一块布上是我们之前做的正规汽油的 然后 我们来这样对比一下 看看 这真没什么区别 至少肉眼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的 对 其实我也发现它们两个颜色基本上一样的 但这样可能没有出现像您之前设想的 它上面会有一些附着残留这样的现象 对 看它用这种方式可能不太对吧 唐老师 唐先生设想的是挺好的 他通过判断尾气的这样一个办法 区别正规的汽油和添加了假缩权的汽油 但是却失败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说汽油燃烧以后 进入三元催化器 三元催化器的作用 就是把废气当中的一些有害物质 比如说像一氧化碳 碳氢化合物 还有氮氧化物 这些都是对环境有危害的物质 给它进行分解 分解成水 分解成二氧化碳 或者分解成氧气氮气 再排放出来 那么如果说车在正常工作的时候 它排泄的这些个废气应该是达标的 所以我们拿这个东西在后边想 里边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个杂质喷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 几次尝试都失败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一次 唐先生请我们的记者帮忙联系到一个地方 还要在那儿 做一次更极致的试验 你好 我是专门电视台 我还发明的 我们有一个请求 想需要您的帮助 就是我们想做一个关于燃烧正轨汽油和调和汽油的燃烧试验 然后我们想观察一下它们的燃烧会不会有区别 但是自己做这个实验可能会比较危险 就是想看您在您这儿消防安全的情况下 能不能帮我们一下这个做这个试验 行 没问题 那您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做这样两个试验 来对比两种汽油 它们的燃烧过程 时间会不会有区别的话 您觉得它们中间会有差别吗 因为之前我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要不我们做这个试验试一试 然后之后再得出这个结论 好的 行 谢谢您 那我们现在需要怎么来安排呢 我安排两名消防员 然后配合你们做实验 这里是重庆市江北区消防支队江北城中队 唐先生想请这里的消防战士 配合做一次燃烧试验 原来通过了解 唐先生得知 加缩权一燃一挥发 同等条件下可能会燃烧得更快 用燃烧的办法 是不是可以看出 它和正规汽油的区别呢 我们准备好了三种不同的汽油 从左到右 依次是 添加了10%甲醇的汽油 添加了10%甲缩权的汽油 和正规汽油 接下来 我们将三根长一米的麻绳 分别浸泡在三种汽油中 让每根麻绳都吸饱汽油 消防战士准备就绪 我们的试验 马上开始 现在我们已经把 各一米长的绳子 分别浸泡在含油 10%甲醇 10%甲缩权 和正规汽油的油桶里 然后我们想 用通过燃烧的试验 来判断一下 它绳子的火焰 从这条到那条的速度 哪个最快 还有我们想看一下 它这个绳子 燃烧的持续的时间 哪个最长 我们来听一下 大家是怎么样认为的 方队 您好 您看我们想看一下 现在这个绳子 已经浸泡在里面 有10分钟了 我们来分别燃烧一下 看您觉得就是 它哪一个绳子 燃烧的时间 就是火焰 从这条到那条的速度最快 我认为 因为是交了甲缩权的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添加剂的时候 添加甲缩权的时候 它那个瓶口 你就能看见 它挥发的 挥发的那个热浪 那个浪 我觉得因为 因为按我们的经验吧 应该叫做 就是挥发的越快 然后速度就应该越快 你觉得它火焰会 最快的过去 对对对 那你觉得这三个 哪一个燃烧的 持续的时间会久一些 应该是纯的汽油吧 你觉得正规的汽油会久 对对 因为纯的汽油 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剂 然后它完全燃烧的 比例可能会是最完整的 我看招有这么多下方队员 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们现在是三个 甲纯 甲缩权和正规汽油 我们来就是分一下 大家觉得哪一个会持续的时间最长 或者说它火焰 最快速 我们就站在哪个汽油的后面好吗 来分一下 看大家都分别是怎么认为的 都站在这个 就你一个人支持甲纯是吗 对 为什么你觉得它这个火焰速度会最快呀 因为我觉得那个酒精啊 就乙纯嘛 对对对 燃烧比较快 我觉得甲纯应该差不多 哦 所以 那你看现在 你的队友们都支持其他的两个了 还是很有压力啊 有压力啊 好 希望你一个人能胜过他们 除了这位小伙子 坚定的站在甲纯这边 无论是添加了甲缩权的汽油 还是正规汽油 都有着多名支持者 那么 究竟谁的选择是正确的呢 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消防战士将浸泡好的麻绳 摆在指定位置 点起了火把 大家注意安全 瞪大脸睛 开始看啊 然后我喊三二一 咱开始点了 三 二 一 开始 记者一声令下 三根绳子几乎同时被点燃 我们再换个角度看看 几乎没有差别 既然从燃烧的速度上 我们没看出差别 那么燃烧的时间 会有很大差异吗 我们现在 只能静静的等待 三根麻绳燃尽 刚才我们这个燃烧完了 您 目测发现出来结果了吗 没什么结果 基本上都一块燃烧 然后一块结束的 您觉得这个差距不大 对 那您觉得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太短了吧 这个绳子 您要不拿点长的来试试 张队长觉得 一米的绳子太短 看不出效果 我们决定 把绳子的长度增加到两米 让燃烧的距离加倍 燃烧的时间更长 但是咱们现在把这个绳子 换成了两米 再来同样的燃烧 你们觉得和刚才的试验 还会有区别吗 就是说你们还会支持 刚才支持的那个球吗 有没有觉得会有差别的呀 没有 就依然还是支持 自己现在认为的这一个 你们也是是吧 不打算换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燃烧起来试一试啊 两米的绳子会让我们看到差别吗 三根麻绳瞬间被点燃 又是几乎同时燃烧起来 看来这三种汽油的燃烧速度都很快 我们看到三根燃烧的麻绳都冒出滚滚黑烟 仔细分别 好像添加了甲缩全的汽油 燃烧的黑烟更浓 火焰更棒 消防战士们也瞪大了眼睛 仔细观察 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随着火焰的渐渐凄密 我们依旧没有看到明显的差别 看来两米的绳子还是太短 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张链一架我们决定将绳子的长度增加到十米 十米的长度足以让麻绳燃烧好一阵了 如果唐先生在设想没错 谈甲缩全的汽油会最快烧完 十米的长度应该足够验证 那么这一次我们能如愿得到想要的结果吗 大家的心里都很怀疑 态度也不像之前那样坚定的 你们觉得跟刚才前两次比较 它还有区别吗 就是你们还支持刚才 之前支持的那一桶汽油吗 有没有认为跟刚才两次可能不太一样的呀 你认为甲纯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是吗 是 为什么呀 因为我看了前两次我觉得这个甲纯它燃的比较久 所以你认为它十米的绳子它会燃的更久 它还是一样的燃的比较久 那看来你这次有支持的小米了 有 好 给你加油 这次看来你成了固军奉战了呀 没有 我还是支持这个 你还是支持它 因为它燃烧的时间最久 是 那好 那这次你可得瞪大眼睛看了 你一双眼睛可要顶替他们好几双眼睛呢 是 一定要观察仔细啊 战士们的观点不一 阵营也发生了变化 到底结果如何 大家的心里都没了底 消防队里热闹的动静吸引了周边的百姓 大家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似乎也有了自己的判断 现在我们要来进行燃烧十米绳子的事业 大家在那里 一起跟我们一起看 看一下这个次和以前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别 来 我们准备好 三 二 一 开始 哇 这个燃烧好快啊 但是正规汽油它走比较慢一些 我们看到了 假作前的汽油第一个到达了绳子的终点 现在 现场冒起了这种 烘烟 现在绳子刚开始燃烧不长时间 张队你能发现出来它们将来的区别吗 我觉得它这个你看它这个纯正的汽油 你看燃烧很均匀 你看没有 对 然后你看中间加热加热前的那个汽油 就是没有这边这么均匀 就是我发现是正规汽油和火焰的高矮程度差不多 它很均匀的燃烧 然后你看它们加炸硬 加炸硬的那个汽油 它们烧的都没有 它烧的这么均匀 其他两个火焰是有的高有的矮 对 不一样 对 现在我们发现这个火焰是越来越矮 然后浓烟也是越来越小 它因为它这个表面在燃烧 嗯 表面燃烧了 刚刚刚把表面汽油燃烧完以后 就已经在熄灭了 你看你看它比较好 它到了后面以后 到了后期 它还这么均匀 你再看 加炸硬价的两个 它们就是慢慢的 不规则的 一高一滴一高一滴的 对确实 就是正规汽油 它的火焰还是持续的比较平稳 但是我们现在能过去呢 能过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加勒甲苏泉汽油的 它已经有 部分它是一截一截的火焰 对 它应该它就是不冲氛燃烧的 然后会发生这样一截一截的 你看它 它的火焰是最 对 火焰最小 最小的 你看它已经熄灭了 对 它已经熄灭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正规汽油 它好像还是 还是依然在燃烧 对 它还是很均匀 它燃烧的时间会 其实都比较短一些 对 从另一台摄像机拍摄到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 添加了 加缩权的汽油 所以先熄灭 而正规汽油 一直燃烧到了最后 这样的结果 能够验证 唐先生的摄像吗 科老师 我们看到在十米绳子的 燃烧过程当中 添加了 加缩权的汽油 是最先熄灭的 而正规汽油是燃烧到了最后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甲缩权 它是一种容易挥发的物质 所以添加甲缩权以后 这个汽油里边的甲缩权 它是容易挥发的 它挥发掉了 就不参与燃烧了 所以它燃烧的时间就短 其实有时候 这个燃料里边添了一些东西 我们可能是察觉不到的 你比如说在这 我做一个实验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我有两个杯子 这个杯子里边 现在装的是水 这个杯子里边 现在装的是酒精 这是纯酒精 那么我把酒精 倒在水里边 这个东西就是 酒精跟水的混合物了 如果现在我让你看 我说这杯子里装的是什么 这杯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说都是酒精 你可能也相信 其实这个是对了水的酒精 它的濃度没有那么大了 现在如果也要是把 这两种酒精都倒到 这个容器当中 我让它进行燃烧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燃烧的这个情况 和燃烧的时间 现在你可以想象吧 如果我倒的量 是差不多的 这里头没有假缩权 它倒不会挥发 可是它里边有水 我把它点燃 现在这个是纯酒精 这边是掺水的酒精 我们点燃以后 你看看 两个容器里边的酒精的燃烧情况 现在这两个杯子里边的酒精 都燃烧起来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再拿一根火柴试一试 你看看 它是薄的 对我们再来试一下 另外一个 这个杯子 它也是燃烧的 那么现在光比较强 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可以把光给它变暗一些 那么你从燃烧的火焰上看 差别好像不是很大 但是我感觉好像这边 就是纯酒精 这边它的火焰更旺一些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是纯酒精 它在燃烧的时候 火焰略旺一些 它燃烧时间肯定要长 这边是掺了水的酒精 那你想它酒精的总量就没有那么多 所以它燃烧时间要短一些 我们说如果在汽油里头 掺上一些杂质的话 我们消费者是没法变 根本没有办法变 所以在同等条件下 掺杂了这个假缩权的汽油 是很快的燃烧掉了 用燃烧的这个办法 唐先生不是很满意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虽然通过燃烧的办法 我们分辨出了三种汽油的区别 但是这毕竟是在专业的 消防战士的协助下才完成的 普通人恐怕很难完成 唐先生自己也觉得 这次搞的动静有点大 这种办法还是不太实用 我们还得去找吕长富 看看他有没有更简单点的办法 说明了来意 没想到吕长富这里 正有妙招等着我们呢 会是什么妙招呢 它是这样的 这个假说权跟这个假权 你听的名字起来好像很相近 从那个假说权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 它或是不干净的时候 体验的不干净的时候 它产生有假权 它这个不稳定 分开又有假权 如果说我能够在汽油里面 这个剪除了怎么样 有假权 我认为怎么样了 我就把你假说权捡出来了 因为这个汽油我打交道 很多年了 这么多年了 汽油里面没有假权 添加假权试验中 吕长富的团队研制出了一套 由常见酸 碱和显色试剂组成的鉴别方法 将这三种试剂依次滴入待检测的萃取液中 含有假权的试剂将会变成红色 吕长富认为 假缩权和假权仅以此之差 假缩权不稳定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解出假权 根据经验 正规的汽油中是不会出现假权的 那么 如果在汽油中检测出了假权 那不就可以证明 含有假缩权了吗 那么 使用这种方法真的能鉴别出汽油中添加的假缩权吗 我们准备了三种添加不同含量假缩权的汽油 分别是千分之五 百分之二 和百分之十 看看 吕长富的办法 到底零不零 先来检测一下 含有百分之十假缩权的汽油吧 好 来吧 这需要我们怎么做呢 你看啊 我只需要倒十毫升的水 到这十毫升的水什么目的啊 吹起那个 那个 呃 汽油里面的假缩权 嗯 由于假缩权溶于水 我们先将汽油倒进含有水的瓶子 将它萃取出来 那我们现在不该做什么呢 诶 对了 我下面有一种方法 啊 我做给你看 好不好 好的 好 来 我们将含有假缩权的溶液取出一毫升 加入到试管中 接下来就轮到吕长富的试剂组合登场了 我们先将A试剂滴入试管 A试剂是按一定比例调制的吸盐酸 在它的作用下 假缩权会分解出甲权 由于甲权在减净条件下 可以与显测试剂发生变色反应 我们在试管内滴入含有氢氧化钠的B试剂 让溶液变成碱性 静止一会儿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C试剂是一种显色试剂 如果它滴下去 液体变为橘红色 则说明液体中含有甲醛 这关键的一滴 会不会让甲醛现身呢 我们的心里都很紧张 都为吕长富 捏一把汗 看见了没有 首先就红了 很红是吧 一滴下去 溶液果真变成了橘红色 接下来添加2% 假缩权的萃取液 也变成了橘红色 那最后我们看看 千分之五的这么低的含量 看能不能解除了 好嘞 这套检测试剂真是神奇 不仅操作简单 而且即便只是含有微量的甲锁权 都能让它立马现身 这让记者有了一个想法 既然市场上存在着汽油良有不齐的状况 就应该把吕长富的办法推广出去 让大家都擦亮眼睛 避免上当受骗 我们打算举办一次义务为车主鉴别汽油的活动 吕长富欣然同意 他在显眼的位置张贴告示 谁要是想知道自己的车里是不是加了问题汽油 都可以来检测一下 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 果然吸引来了不少车主 在约定的时间 不少车主骑着摩托车浩浩荡荡的来了 和汽车一样 摩托车也要加油 这些兴冲冲赶来的车主中 谁的汽油会有问题呢 我看今天大家参加这个活动来了这么多人啊 看广告一下 看广告 今天来的这都是些男士 只有你一个是女孩啊 得特得特 您是开摩托车的频率高吗 还可以 凭次上班来些都在开 开了多长时间了 一直上班到现在都在开 一直开 那你平时这个加油去哪儿加呀 都在路边那些加油站啊 还有朋友那些啊 帮帮加嘛 那你平时加的油 你有遇到过加调和汽油的情况吗 没的吧 不是很清楚一些问题 那你加油去哪儿加呀 一般都在路边的加油站嘛 是大型加油站的还是一些小加油站 有时候又是大型的 有时候是小型的 就是遇到没有油了 就在小型都要加山 不然你就跑不动了 您遇到过加调和汽油的情况吗 我们不懂这个技术 听说过调和汽油吗 听说过 但是我们不懂啊 看来 大部分车主都不知道 自己加的油 有没有问题 我们赶快请吕长复 来教大家 检测一下吧 今天我们给您准备一个瓶子 然后大家都把自己的 这个车里的 汽油 我们抽出来 然后装在这个瓶子里面 我们拿到那边去让 发病人给我们检测一下 好吗 好 好 来 我们也拿一个瓶子吧 专业人员分别从这几位 测试者的油箱中抽取汽油 从外观上看 汽油的颜色 有深有浅 各不相同 这里面会有问题汽油吗 那我们拿着汽油的人 到这边了 大家正兴高采烈的 聚拢到吕长复身边 聚精会神的 听吕长复介绍 鉴别方法 正在这时 大家的注意力 被一位不速之客 打断了 怎么了 你 你也是要来看这个 检测油吗 是啊 我来看一下吧 你被您来晚了 来晚了 怎么没走吧 虽然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位大哥看到这边 围了一群人 就开着他崭新的摩托车 凑了过来 你也是想检测一下这个油 是吗 是啊 我就是看你们在 检测什么 检测汽油 检测汽油 这汽油啊 然后我也检测一下吧 那您看这个摩托车 这是您自己的吗 是啊 我看您这个摩托车 我来买的 是还挺高级的 是哦 那我们就今天也给您检测一下 因为这个油 这位大哥也想来凑个热闹 我们自然来者不拒 那就赶快来检测一下吧 讲解了方法 吕长妇请大家自己动手 先用水位升高法检测一下 有没有汽油 是加了甲醇的 问题油 你现在看不太 看他们这个方法 你担心自己的油会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方法 担心有问题 肯定没问题 那我们就根据他们的方法了 好 我们将这五瓶汽油 静置一会儿 看看哪一瓶会出现变化 大家瞪大了眼睛 左看右看 感觉哪一瓶 都像是有问题的 你现在有观察到这五瓶汽油里面哪一瓶的叶位发生变化了吗 对 我不是看叶位 你仔细看一下 水瓶的看一下 刚才我脚的有三公尊左右的 这个已经发生变化了 这个有一点点 还有呢 其他的呢 其他没有变化是吗 其他变化不大 哪一个 哪一个有 这瓶是吗 这瓶 你进来看 你进来看 感觉水要高 三个厚米以上 吕长复赶忙给大家解释 只有明显变化的才能比较肯定的说明有问题 这样看来 这五瓶汽油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叶面上升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了剩下的五瓶汽油 这五瓶汽油里会不会有问题油呢 大家都瞪大眼睛 仔细观察 您自己发现这个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您觉得 您觉得现在已经观察出来它的叶面了 现在比之前的一瓶 要说明现在这瓶 可能是有问题了 十号汽油出现了叶面上升的情况 接下来大家又发现了问题 你现在发现什么问题了 这个明显超高的 这瓶 它的瓶 是吗 确实你看我们这个瓶度 从这儿 几乎有两厘米了 已经 这个油 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这是几号啊 这几号汽油 这三号不是我的 三号 三号是谁的 三号是您的 您现在这瓶汽油有发现问题吗 没有 它的叶面升高了将近两年压力 这个一增加就其实怎么样 这个汽油 如果是您遇到这样的汽油的话 就这样 这方便吗 所以现在您下的结论是 它的汽油肯定是有问题的 在这次检测中 我们发现 三号 十号 两瓶汽油的页面 发生了变化 说明其中 可能含有甲醇 其他的汽油 虽然没有明显变化 但是 这种方法 并不能将 甲缩权排除 接下来 我们将用 铝长富 显测试剂 看看剩下的汽油 会不会是 含有甲缩权的 问题汽油 吕长富的办法操作简单 大家看得聚精会神 我们将AB两支试剂 滴到试管内 让试剂充分反应 接下来 我们将使用 浅色试剂 让问题汽油 显身了 一号样品没有变化 我们再来看看二号 这个大家看到了吧 二号一下就变红了 三号 三号没有 三号没有 之后 四五六号样品 也没检测出问题 最后只剩下七八九十 四个样品 这个是我们最后一轮测试了 对 七八九十 那我们四位 现在我们仔细地看着 这四个瓶子 观察自己的汽油 看看它递进去试剂之后 会不会变颜色 好吗 好 来我们一个一个开始 交给它 你不摇了 交给它 你要把七号抹掉 不要抹掉七号 来我们 这是八号 发现您的 七八九十 九号十号 变化最明显了 我们看到 九号十号 变成了明显的橘红色 现在我们是把所有的试验都做完了 一到十号里面我们发现 二号和三号 九号和十号颜色有特别明显的变化 变红了 对变红了 然后三号它的水位 叶尾和十号它的叶尾 也会有明显的一些变化 对 这个是不是已经能够下结论 这些汽油究竟是什么样的汽油了 好 你下结论了 二号 九号 十号 有 甲硕权 从颜色来看的话 二号最深 其次是十号 再其次是九号 它们不但有甲硕权 它们的含量来讲 依次见底 是这样一个结果 现在里面有这么一个情况 三号没有变红 看三号的业位太高了 它的甲硕权量高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三号没有甲硕权 但是有多量的 高量的甲硕权 从十号检测的情况来看的话 既变红了 又变紫了 而且紫的很厉害 说明它既有怎么样的甲硕权 又有怎么样的甲硕权 您的是几号来着 三号是吗 那现在看来 我们的三号确实是有问题的了 对他对他 以后都不要在外头水边炸药 还是要做那些大单的那种 正规的那种 比如说加油在哪儿 还是去加油 您的是几号来着 我是二号 颜色变化很明显 就是啊 我自己爱车 今后不能乱加油了 是啊 我个人您这可是新车呢 不能随便加油了 这是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 吕长富运用水位升高法和显色法 帮助大家鉴别出了问题汽油 大家都说 今后一定要擦亮双眼 不再让步伐伤人 有可乘之机 我们将这十个样品 送到了治监局的专业检测实验室 通过专业仪器的检测 进一步证实了 吕长富的判断 发明人根据相似相容的原理 发明的汽油中 这个甲醇和甲缩权的 萃取方法 应该说还是很巧妙的 那么用这个方法呢 对于行政执法部门的同志 在现场进行快速检测 可以带来很大的方便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呢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我们再次感谢 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 彭梦华老师 光丽远博士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照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薄薄一层损衣 却经常让他们紧张到后半页 馈赠美味的背后 包含了多少心酸和付出 看似简单的一台机器 又能否帮助人们 摆脱这份辛苦呢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快手脱损衣